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x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小刚之前就分享过 在马来西 还可以以这个1万块的这个价位 马币10千1万的这个价位 就能买到的这个瑞士名表 那今天第二集小刚再来分享几款 也是一样 马币1万块 这个马币10千1万的这个选择当中的这些名表 来到第二集小刚要分享的 不只是有上一集的那种潜水表 那也推荐更多马币1万元的价位 就能买到的名表和大家分享 就好像第一只这一只最新推出 中褐色表盘 或是可以叫Rubia 这个表盘颜色的这一款 Longjin 浪情的Conquest 这个系列 那Conquest这个系列 它的历史是可以追缩到195060年代 那时候的Longjin就有了 就诞生了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说实话 以现在目前来讲 Conquest它这个外形设计 整体看下去 是比浪情的这个名将 这个Master Collection 更加的成熟稳重 它这个设计 那这一款中褐色的表盘 也是最新推出的这个颜色 而且它比名将这个Master Collection 有更高的这个规格 就好像它的这个防水是已经做到100米 100m的这个防水这个规格 而且钢带的造型和手感 我个人觉得比Master Collection名将是更加的好看 表盘非常的简约大气 日期窗在6点钟方向 是一个放射纹 它这个中褐色的表盘 那我手上这一款是一个41mm的这个规格 41mm 那侧边你去看它的表格 还有带一点那种地多 那种Tudo Black Bay的那种效果 厚度做的也不会厚 那它机型也是采用目前浪情 主打的这颗L888的这个机型 动力储存是高达3天 72个小时的动力储存 是结合了带有这个抗磁功效的这个油石 Silicon的这个Balance Spring 如果你找一款厚度不会太厚 马币价格要在1万以下的潜水表 可以推荐看一看最新的这一款梅花 Dintoni Sea Scruper 那这是近这几年 在基本瑞士名表当中 话题性非常高的这个品牌系列 那之前推出过高配版的这个 C Scruper是600米 C Scruper 600M 那有些朋友会说厚度比较厚 重量也比较重 那最新推出的这款是低配版的 300米防水的规格 C Scruper 300 厚度薄了许多 重量上手也比较容易加异 而且颜色也有好几种搭配做选择 军事绿 海洋蓝到经典黑都有 那还有胶带可以更换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他这个表径 是做了这个双面反反光的这个镀膜 非常的通透 几乎是没有反射的这个影子 那还有一点就是他连接表带那个表耳内侧的这个部分 他是做了这个抛光倒角的这个修饰 哇他这个这一点就把整支表 他这个质感的提升了不少 表扣的这个梅花 logo 也是隐藏着这个微调功能的这个系统 非常的特别 在别的表也是完全看不到的 机星是采用这个非常耐用 瑞士的这个slitter 啊走势也非常的精准耐用 保养也非常容易的这颗机星 而且他搭配的这个机星啊 是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 这个COSC啦 天文台等级的这个机星 啊如果你好像小钢这样啊 喜欢一些比较特别的表款 又不容易跟人家撞表 而且你要在马币1万以下 就可以找到的这一种酒桶型表款啊 那这个设计啊老实要讲啊 真的有一点像那种 呃法木兰啊 Frank Buller这个FM啊 他这个CASABLANKA 他这个酒桶型表款啊 整个视觉一看下去啊 就是非常的高贵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高贵啊 那这一款是也是在浪情当中啊 出了呃非常多年的这一款 呃一个设计啊 这个酒桶型的表款 那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是 蓝钢的这个指针 而且他是柳叶针的这个设计 然后你看到他这个银白盘啊 是有做这种类似这种波浪纹的啊 那再来就是他主要 我非常喜欢 觉得他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这个表冠哦 这个龙头的部分呢 你看他是搭配了一些 带有一些蓝色的这个元素的哦 那主要呃 这只表是一个 我没有错 是一个33x39 长大概是39mm左右的 呃就等于相当于是一个 原表当中啊 就好像你带了一个38 39mm的 所以上手一点都不小哦 所以这只表啊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哦 ML哦 这一种蓝哦 就是官方他叫Torquis Blue的这种颜色 那还有就是哦 非常特别哦 他附送了一条哦 就真的是附送你哦 不用不用多给钱的哦 啊附送了一条这个和表盘一模一样颜色的这条胶带哦 CP值可以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哦 那这条原厂送的胶带啊 小光研究了之后啊 他质量真的做的非常的好 那前面有ML的logo 底部有花纹 而且表带前端啊 和尾端的这个金属 呃五金的零件啊 通通都非常好啊 他这个质量 那表带也有快拆的这个系统 哎 感觉真的是赚到 那这种表盘颜色啊 说真的 男生女生带啊 都非常的好看哦 完全没有违和感 那一只表可以两个人带爽 呵 42mm的这些规格 防水也是一口气高达200米哦 那寄星也是一样搭配了 这个目前瑞士 呃 实力大非常精准 耐操耐用的这一款寄星哦